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帽子压得很低 看上去心情极度不佳 不是网友们还调侃黄晓明这是生活不好过吗 在准备离开的时候 黄晓明一下子搂住男友人 将头埋在男友人的怀里 迟迟的不愿离开 男友人也是紧紧的抱着黄晓明 抿着双唇 似乎在安慰黄晓明 见到黄晓明久久不愿离开男友人的怀抱 不少网友们猜测黄晓明是不是在痛哭呢 如果是告别拥抱应该早就放手了 可这一次迟迟的不放手 想必心里应该很是难受 不少粉丝都表示看到这样的黄晓明自己好心疼 其实黄晓明如今事业正处于上升期 应该是应酬超多的 所以经常会被媒体拍到深夜出来应酬酒局 大概每一次都是喝得亮抢 果然是不容易 不过不知道安娇拉baby看到之后会不会心疼呢 只是这一次黄晓明如此伤心的样子又为了哪般呢 网友们一直都在传言黄晓明和baby已经离婚 并且传言已久 两个人全然不理会 也不回应 让粉丝都一头雾水 如今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黄晓明和baby同框出现 也没有互动 真不知道两个人的实际感情状况如何 不过眼尖的网友们发现黄晓明和baby有隔空秀恩爱 两个人经常穿情侣装现身 虽然不同框 但是也算暗戳戳的撒狗粮 黄晓明深夜买醉被人搀扶走路亮呛 紧紧拥抱男友人不放手迟迟不愿离开 看到黄晓明这样的情况还是挺心疼的 不管怎么样都希望黄晓明能够好好处理 毕竟醉酒上升 希望以后还是少喝酒为好吧 黄晓明和杨颖两个人的离婚传言 可以说是一直备受着大家的关注 可是不管外面怎么说 黄晓明就一直没有回应 他跟杨颖两个人之间到底有没有离婚 现如今黄晓明首次公开谈他和杨颖之间的关系 并且亲自透露了杨颖之间的感情状况 黄晓明首次回应两人没有离婚 当我们谈到黄晓明和杨颖两个人的时候 大家可能对他们印象最深的就是 两个人当时结婚时候的场景 可以说在两个人结婚的时候 娱乐圈将近一半的明星都去参加了 可是黄晓明和杨颖结婚之后 他们两个人公开秀恩爱的次数就变得越来越少 更不要说两个人同框一起参加什么节目 而正是因为这样才会让外界纷纷猜疑黄晓明和杨颖两个人是不是离婚了 而现如今黄晓明首次在媒体前公开回应 他和杨颖并没有离婚 其实黄晓明这个回应可以说是真正第一次直面回答这个问题 并且黄晓明这个回应使得大部分关心他们感情的人 可以将心放在肚子里 同时黄晓明的这个回应也可以说 他和杨颖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是非常稳定的 也打破了外界一直说他俩离婚的谣言 黄晓明的回应也让大家明白了 黄晓明其实非常的爱杨颖 黄晓明和杨颖的恋爱历程 黄晓明和杨颖之间的爱情可以说是备受大众瞩目 并且两个人在2011年正式确定恋爱关系 而在2015年两个人选择结束爱情长跑去登记结婚 要知道黄晓明和杨颖的两个人之间的婚姻生活 可以说是让很多人都比较关注 这主要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两个在当时结婚的时候 婚礼规模可以说是非常的大 同时就是在两个人刚刚举办完婚礼不久 就传出了杨颖怀孕的消息 因此大部分人都猜测杨颖是不是凤子成婚 但其实在异常生活当中 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两个人的感情历程是非常的甜蜜 并且两个人一起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时候 总是会给人一种特别默契的形象 黄晓明对杨颖的爱一直很深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黄晓明对杨颖的爱可以说是非常深 尤其是杨颖去年参加第三十三届百花奖领奖的时候 黄晓明可以说是非常小心地搀扶着杨颖 就害怕他被裙子绊倒 并且在杨颖上台领奖的时候 黄晓明也提升小心地提起了杨颖的裙子 而每当杨颖在采访的时候 黄晓明总会陪在杨颖的身边跟他一起接受采访 黄晓明在跟杨颖结婚之后 他就减少了自己的工作时间 并且在日常生活当中 他也多次找时间陪在杨颖的身边 尽管黄晓明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 杨颖总是告诉他不需要自己为他牺牲 但是对于黄晓明来说 能够一直陪伴在杨颖的身边 可以说是他最为幸福的事情 由此可见黄晓明对杨颖的爱一直非常的深 黄晓明的年龄要比杨颖大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黄晓明要比杨颖大的整整十二岁 而正是他们两个这样巨大的年纪 才会使得大部分人认为 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根本就不能够走到长久 但是黄晓明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过 他跟杨颖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忍不住的想要保护杨颖 同时想要给杨颖一切想要得到东西 而杨颖曾经在黄晓明人生低谷的时候 也曾经向外界表示过 无论黄晓明以后发展成什么样 自己都不可能离开他 由此可见两个人的年龄差距并没有影响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黄晓明和杨颖目前的感情现状 其实近几年来 黄晓明和杨颖两个人很少在一起同框互动 并且两个人也很少在公众面前秀恩爱 正是因为这样才会使得 大部分人对黄晓明和杨颖之间的感情现状并不是很了解 而当他们两个人被爆出离婚的谣言的时候 他们也曾在微博上发文宣称过这个谣言是不真实的 可是从他们两个人的日常行为当中 大家都很难怀疑他们发文的真实性 并且杨颖再一次跟媒体采访的时候 曾经称黄晓明为黄先生 而这样陌生的称呼使得大家更加认定他们两个人目前的感情现状非常的不好 但是我们要知道 杨颖可能称呼黄晓明为黄先生最为主要的原因 很有可能就是他认为黄先生这个称呼能够更好地拉近他们之间的感情 同时给予黄晓明一定的尊重 并且从两个人一起照顾他们的儿子小海绵 我们就可以看出 他们目前的感情现状可以说是十分的稳定 并不是大家所想的他们两个人已经离婚 黄晓明愿意为杨颖付出 其实我们从黄晓明的日常行为中都可以看出来 黄晓明是一个愿意为杨颖付出所有的人 尤其是他和杨颖的婚礼 就可以看出来 他甘愿为自己心爱的女孩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纪念 尽管在当时杨颖并没有什么名气 可是在结婚之后 黄晓明动用了自己手中所有的人脉给杨颖拉了不少关系 从这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黄晓明其实非常爱自己的妻子杨颖 同时我们也要知道黄晓明和杨颖虽然近几年来很少在公众面前秀恩爱 可是他们两位一直是我们心中的模范夫妻 要知道他们两个人的演技虽然说并不是很好 但是他们为人处事以及做人方面都值得我们大家敬佩 尤其是两个人敬业的态度是现在娱乐圈当中很多演员都没有的 因此虽然两个人现如今没有什么更多的秀恩爱的举动 可是他们两个人对彼此的爱是毋庸置疑的 自己的幸福是别人无法能够体会的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两个人感情是否过得幸福 只有过感情的两个人才能够亲身的体会到 而旁人所感受到的仅仅是他们看到的一方面的情况 而有时候别人所看到的这个情况很有可能并不是真实的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